年过半百的老佛爷看上年轻护卫 当天夜里便宠幸了他 不曾想将对方害惨了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被慈禧临姓的这位侍卫又是谁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走进这段轻功密室 一切还得从1861年说起 这一年咸丰帝在热河去世 年幼的再纯即位 是为童治帝 作为童治帝的生母 慈禧呢也从义贵妃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太后 与东宫慈安以及顾命八大臣一起掌管大权 虽然已经大权在握 但是慈禧仍旧心有不满 他不想和别人分享手中的权利 想要独揽天下 于是便联合公亲王一心一气 先是废了顾命八大臣 后又害死了慈安太后 成为大清实际的掌权者 从这个时候开始 皇帝于他而言就只是个傀儡 他掌控着大清的一切 享受着极紧奢靡的生活 甚至还在私底下养起了男宠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侍卫纳尔苏 此人出生于满清明门 爷爷呢是中亲王僧格临亲 父亲是清朝重臣伯彦纳莫故 他天生聪颖 生得一副好皮囊 十岁呢便开始习武 后又迎娶瑞郡王义智第七女 这桩亲事可谓是强强联合 在家族的帮助下 不到二十岁 纳尔苏就担任了清廷前清门侍卫 而他本身也就十分的聪明伶俐 因此深得光绪地的赏识 入宫不久后便被提升为 直爆尾枪一等侍卫 如果一切发展顺利的话 纳尔苏的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 不说名垂千古 但是呢也能够为家族带来荣耀 可偏偏他生不逢尸 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 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幸 此时的慈禧虽然手握大权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年纪轻轻就守寡的他 心中难免有些空虚 碰巧年轻的纳尔苏 闯入了他的视线中 原本皇宫中侍卫众多 纳尔苏很难引起慈禧的注意 可似乎两人之间的缘分匪浅 他们竟然因为一只野猫相遇了 相传某天 慈禧在御花园散步时 突然遇见了一只野猫 那野猫突然冲出来 吓了慈禧一跳 正巧图清此地的纳尔苏 听见动静 便急匆匆地跑过去探查情况 结果遇见了慈禧一行人 他连忙上前下跪 表示自己救驾来迟 希望慈禧能够宽恕他 原本呢 慈禧也是十分愤怒的 本打算好好的教训这些侍卫一顿 可是当他看见纳尔苏那张脸时 所有的愤怒便都消散了 于是他问了纳尔苏的名讳 便让他下去了 之后的几天里 慈禧明里暗里地 向身边人打听纳尔苏的消息 当时慈禧身边 有个太监 叫做李连英 此人特别善于察言观测 揣摩慈禧的心思 因此深受慈禧宠爱 通过对慈禧言行的观察 他意识到 慈禧可能对那纳尔苏 有不一样的心思 为了讨慈禧欢心 李连英又会做出什么举动呢 他并没有直接问慈禧 对纳尔苏是什么想法 而是向慈禧表示 既然纳尔苏救了他 那是不是应该给他点赏赐呢 这话让慈禧醍醐灌顶 当即便命李连英 给纳尔苏送了不少东西 身为臣子 收到主子的赏赐 自然是需要去谢恩的 于是 纳尔苏便去慈宁宫 找慈禧谢恩 去了之后发现 慈禧对他十分热情 这让纳尔苏有些摸不着头脑 毕竟 慈禧的作风 大家都知道 身为至高无上的太后 他对待下人极其严苛 甚至可以说 使奴仆的命为草剑 正当他谢完恩准备离开时 李连英的一句话 让他愣在了原地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也瞬间明白 慈禧为什么如此热情了 那李连英 究竟和纳尔苏说了什么呢 竟让他如此失控 原来李连英向纳尔苏表示 慈禧对他青睐有加 不妨就晚上留下来 保护太后安诊 表面上说 是保护慈禧的安全 实际上 却是让他委身慈禧 此时的纳尔苏 刚刚二十出头 而且已经成亲了 他和妻子门当户 对年龄相仿 平日里也是恩爱有加 而慈禧已经五十多岁 年龄甚至比纳尔苏的母亲大 所以纳尔苏的本能反应是拒绝 可是一想到慈禧的狠辣 以及李连英话里的威胁 他有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自己真的拒绝了慈禧 那非但小命不保 就连自己的家人 都很有可能会受到牵连 所以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纳尔苏最终还是选择了 向慈禧低头 原文他以为 只要过了那一晚以后 他便可以像之前一样 做个普通的侍卫 毕竟慈禧位高权重的 想要什么样的人找不到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从那天过了后 慈禧就频繁地召见他 而且还让他加官进决 给他各种赏赐 原本呢 他确实是不愿意尾身于慈禧的 可在接二连三地 尝到权力带来的甜头后 他便心甘情愿地追随慈禧了 不过因为慈禧给了纳尔苏新的官职 他进宫就不如当初那么方便了 这让慈禧心中烦闷 于是便让心腹李连英 去寻找解决办法 为了方便慈禧和纳尔苏见面 李连英都做了些什么呢 不得不说呀 李连英能够成为慈禧身边的红人 确实是有一定头脑的 当时慈禧使用的水 都是从城郊的玉泉山运送过来的 因此每晚都有水车进宫 然后第二天一早再出宫 李连英便是抓住了这一漏洞 让纳尔苏凭借水车之便进入宫中 相传两人间的不正当的关系 就通过这种偷鸡摸狗的手段 维持了整整15年 这期间 纳尔苏的妻子也发现了猫腻 毕竟丈夫总是晚上进宫 他多多少少也能猜出点什么来 可是迫于慈禧的淫威 他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对丈夫的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默默忍受这一切屈辱 但天下终究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论慈禧和纳尔苏隐藏得有多完美 时间长了都会露出点马脚 很快 这件事就传到了纳尔苏的父亲耳朵里 对于纳尔苏的行为 他也是深恶痛绝 毕竟 纳尔苏的爷爷可是晚清名将 他领军征战多年 颇得道光帝咸丰帝宠信 被称为国之助食 纳尔苏做出这种事情实在是令家族蒙羞 纳尔苏的父亲让他告假 和自己回乡祭祖 不知道那次祭祖的过程中 父子二人究竟聊了什么 总之回来之后不久 纳尔苏便在1890年的正月吞金自杀了 十年三十五岁 本以为纳尔苏死后 此事就能告一个段落 没想到朝廷竟然赏赐了不少宝贝 给纳尔苏陪葬 甚至让他享受亲王的后葬待遇 并给他承慎的嗜好 朝廷的这种行为 确实是有些过于张扬 仿佛是在昭告天下 纳尔苏和皇室之间的关系匪浅 一时之间 京城流言四起 不过很快又被压了下来 之后民众们虽然不敢再提这件事 但朝廷的这种行为更像是在欲盖弥彰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正史上没有任何有关于纳尔苏和慈禧私情的记载 不过 从纳尔苏的生平来看 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大概率不一般 史书记载 纳尔苏不到20岁就受到光绪的赏识 成为直爆尾枪一等侍卫 按理来说 如果他能去战场上拼一拼军功 那升官加决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可问题就出在 史书上并未记载他有军功 也没有提到他做出过什么出众的事迹 但是在公元1889年 自己却突然下旨封他为内大臣 此时的他年仅34岁 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又得到了太后的封赏 按理说他应该继续努力才对 可仅仅一年后 他便吞金自杀了 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 实在是耐人寻味 你还听说过 哪些有关于慈禧的秘史呢 可以说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